欢迎来到今天的内衣时尚秀 今天为大家赏悉 2016美丝超模内衣秀 礼服内衣主题专场 快喊小伙伴一起来观看吧 谢谢点赞订阅的你 首先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搭配晶莹元素的华丽内衣 以晶莹元素和珠宝配饰 来更大幅度的提升女性的端装感 使得模特的装扮更加强烈 更加的华丽 更加有气质 这组黑色的内衣在设计里面方面 采用四分之三兆杯的宽带设计框架 配以黑色的薄纱来渲染整体的大气端装 以细腻精致的黑色蕾丝花纹来增添华美 高贵的风情 本场内衣秀试图去展现一种女性 在盛大的典礼场景中的内衣应用 整体的设计和搭配较为的典雅 用以表现女性魅力的黑色镂空花纹 也显得较为郑重传统 采用了牡丹玫瑰这些较为大方的花式 和内衣搭配的修饰方面 走较为厚实的路线 无论是巷尖的珠宝 还是耳坠 都试图在宣扬一种厚实而有底蕴的感觉 从而增强女性的尊贵感 内衣的风格则将人包裹的较为严实 服饰的设计方面也采用了藏风的手法 来达到低调的华丽的意味 而在华柜这一主题的表现形式方面 则采用了画龙点睛的手法 一些闪亮的小细节 则能穿过层层的包裹 将竹纸传达下来 运用同样手法的 还有模特长长的睫毛 正常表演中 那些无法用肢体来表现的妩媚风情 都通过模特勾魂的眼神传达了出来 让人印象深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礼服和内衣的面料方面 选用了较为华丽的绸缎 这些光泽的出现 让模特的穿搭显得厚实有底蕴 高雅的气质中 有些许的高不可攀 而白色内衣的花纹 则采用较薄的花式或浮云 来做到简单的遮挡 或是去朦胧修饰的感觉 以便传达简单干练的设计理念 让模特显出那种清丽高贵来 而这种金色的内衣 则延续了之前白色内衣较轻的设计理念 重点渲染一种奢华 高贵的阶级属性 金色的加入 会让原本的精致中加入了一丝情绪 人也显得更妩媚了 此处的黑色 则追求了一种较轻的感觉 也没有珠宝的修饰 内衣上镂空的花纹也更加的奔放 流露着些许的性感 这是这场内衣秀中最性感的一组内衣 这种红 靓丽 年轻 带着青春的活力 内衣上的花纹 则仍旧是牡丹这种大枝叶的花 但线条方面则显得稍细 半透明的镂空蕾丝 则很有穿花的感觉 这种红色中并没有太多的欲望感 年轻的活力感居多 是一种很庄重的红 更多的仍旧是在表现高贵和优雅 特别是旗袍元素 优雅中充满韵味 好了 今天的2016年美丝超模内衣秀 礼服内衣主题专场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内衣时尚秀 总有一款你喜欢 记得订阅我哟